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Deepsec的视觉模型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列了很多的模型,分很多的系列 那么这个应该基本上都是Deepsec所有的模型都在这了 我们之前说的这个21这个模型呢,它主要是处理文本方面的任务 文本呢,对话了,它比较擅长一些 那么今天呢,我们说这个,这个模型呢,它比较擅长处理视觉方面的任务 我们翻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说明啊 包括不限于视觉文达,光学字符识别,文档表格等等之类的 就是视觉方面的识别和理解,那么这个模型是比较擅长的 它这边呢,提供了一个新的界面啊,这个平常好 然后呢,我们给大家制作了一个一键启动的包 大家下载就可以直接启动 然后呢,我们还是点这个启动按钮,稍微等一下啊 我们趁着功夫呢,给大家说一下模型的一个下载 呃,模型的在这儿 这个是给大家下载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呢,是这个系列模型里面最小的模型 那么它的下载人数呢,也是比较多的 呃,大部分情况来说,足够我们使用了 当然如果你想这个识别效果更好 那么你可以更换一下其他的模型 给大家自己来选择 如果你更换其他模型下载下来之后呢 你可以把这个文件夹里面的东西啊,全部删掉 然后把你下载的东西考过来就可以了 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这个名字最好不要改 改了之后就不能用了 当然如果你懂一些代码的话,你可以在这里面改 这个也是可以的,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最下面呢是有一个这样的地址 这个地址呢就是我们指向我们刚才那个文件夹 那么把这边那个地址改一下,这样也是可以的 好,这边有个地址 点一下,那么这个呢是使用界面 整体来说没有复杂的地方 所以咱们直接做例子,点一下这个 那么这边呢上传了三张图片 那么它的问题呢是帮我们用这几个食材做一道菜 看下结果 那么这个问题呢它首先要识别这三个东西 我们看到识别是否正确吧 胡萝卜玉米还有排骨对吧 它应该是都识别到了 这样的话说明它这个图片的识别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这个我昨天做了一些尝试 这个图片呢有时候会漏 有时候也会识别错 但是这个是很正常的 这种东西呢它也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正确 或者说呢大家可以换一些大一些的模型来试一下 大部分情况来说识别准确率还是比较高的 然后我们重新来一下 点一下,再换一个这个吧 这里面呢有个标签 这个标签呢就是这两个符号中间的东西呢 它会在这个图片上进行一个查找 我们看一下啊 那么它这个肯定是要查找场景录对吧 然后看这个意思呢应该是查到后面的场景录 大家看这边标记出来对吧 它把这个后面的一个场景录呢挂了个红色的框 这边还有坐标 这个识别的结果呢是非常正确的 没有什么太多问题 我们看看还有什么东西啊 这个吧 这个呢是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把它拉大一下 看一下这个结果 它是在一个第一张图片当中的 红色巨型内的对象面标记 那么它希望在第二张图片当中 就定位一个同一类别的对象 就是它希望在第二个里面 把这个猫呢再识别出来 我们看一下识别结果怎么样 那行 它正确的识别到了这个红框里面的物体 它在第二张图片里面找到一个同样的物体 这是两个猫 剩下呢大家自己尝试 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